各位仙丘报的读者大家好 我是玉芳 来高雄找最好吃最好玩的 就要看仙丘报 我超喜欢高雄的 第一个喜欢的叫博二 因为每次我们要带小孩子去那边玩的时候 它可以看到海看到港湾 然后是个附地很广大的地方 天气又好 所以我很推荐亲子游 一定要来高雄的博二特区 年轻的时候来高雄都要吃六合夜市 后来年纪见长之后 每一次来高雄 他们带我去吃的都是 一定要吃的是海天下跟菜包里 海天下跟菜包里都是海鲜 然后因为那个海鲜很多种类跟菜色 都是台北没有的 比如说我先生一定要吃鱼标 然后我们去菜包里一定要吃螃蟹 所以每次到季节的时候 我们来高雄都会来这两家餐厅 也推荐给大家哦 瑞康乌的锅子都非常好用 那我个人很喜欢的都是用它 经典锅来做这个蚂蚁上述 因为呢这个动作非常的快速 然后很简便就可以上桌了 重点是食物都非常的好吃 也推荐给大家哦 不管我是妈妈还是我是这个演员或是主持人 其实我内心里面还是藏着浓浓的演员魂 也是很希望说 这个台湾的戏剧市场越来越蓬勃发展 然后有更多适合我们角色的戏可以产生 所以我也很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再继续的当演员 您刚刚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我觉得在演艺圈这么多年 然后不管我是尝试过演员或是主持人 这样子的角色 我希望我在演艺圈的工作可以更上一层楼 我也希望慢慢的可以从目前退到幕后 能够在幕后做一些把我经验传承的工作 所以未来的2024年呢 我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前进 我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前进